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条是避嫌疑 什么事都得避嫌疑 这个事情多了 说也说不尽 譬如在树下走 上面长了李子 你的帽子不振 过了这棵李树 你在树下扶振帽子不行吗 何必要在李子树下扶振它 你在那里一抬手 主人家就会想 你干什么 是要偷李子吃吗 所以要躲避嫌疑 这个瓜在地下生长 走路也有掉鞋子的时候 鞋子掉了 不许我提鞋吗 在瓜地里 你不能提鞋 出了瓜地 你再提不行吗 你在瓜地上不必嫌疑 人家看守瓜 老眼看着你 以为是要偷瓜 这个嫌疑也要躲避 这种例子多了 无就常说 你上人家里去 叫门里面没人回应 别一开门就进去了 这一点无跟你们说多少回 但是现在大家还是这个样子 事情多了 夏天印女子 衣服不整齐 你跑了进去 这算什么一套呢 现在人不在乎 从前人可在乎 从前那就换了规矩 这屋里没人 你路内一下子就出去了 主人回来 没了东西 一问邻居 邻居又不认识别人 看见你进去 就说 某人常常到你家里来 穿什么衣服 刚才他还来过 哦 就是他 行了 有小偷儿进去 人不认得 却认得你进去 人家问你 某一天 你哪里去了 你去了我那 我没有东西了 我的东西没了 你怎么办呢 这一条你的类推 这就行了 那么这一条 血路老人 举出这个例子 一个瓜田 一个礼下 这是举出一个例子 那我们根据这个例子 要与此类推 举一返三 那不是说 只有在瓜田不那里 里下不整罐 这是 举出这一个例子 这一条主要 是凡事 会造成误会 造成 别人 对我们有嫌疑 的这些误会 要避免 是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生活上 这一类的事情 就很多了 那么这个 血路老人又 举出后面两个例子 你到人家家里 敲门 里面 没有回应 你就不要 开门就进去 那进去 如果 什么事情 那 你就 没有办法 避免这个嫌疑 屋里没人 你进去 那被人看到了 如果他家里 有 掉东西 可能你的嫌疑 就最大 那小偷 进去 人家不认识 那你 比较熟悉 大家认识 可能 就会造成 误会 所以这个 生活当中 有很多方面 我们根据这个 与此类推 凡事 会 造成 别人 误会 嫌疑的 这些 事情 我们 多得要 避免 多得 都要避嫌疑 这条 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么这条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